作者 俄氏老五 额氏老五 额氏小编C 您水笑 第三百五十章 空间简论 莫无忌拿出了星空方位球 星空殿是去不成了 在它没有一定的实力之前 它是不可能回去的 得到的那枚戒指中 有十几枚很了不起的零食碎片 这东西对它的用处很大 所以它现在要找一个地方 去闭关修炼一段时间 要去星空殿 至少要将实力提升到 真神境后期才行 它估计 自己在真神境中期的时候 应该可以对付人先初期 到了真神境后期 应该可以对付人先中期了 至于无相和尚 就算是它到了真神境后期不敌 也不至于被压着打 假如它能够晋级到真神境圆满 甚至开辟出一百零六条脉络 那就算是无相和尚 它也怡然不惧 那个送星空方位球 给它的温性修饰 倒也没有吹牛 这个星空方位球 星空方位还真是不少 除了星空殿之外 上面大大小小的落脚点 至少有上百个 莫无忌在其中 还看见了荆棘封门 吉兵海等星空战场禁地 莫无忌很快将目光 停在了另一处绝境之上 星空雷园 早有经验的莫无忌 很清楚这些禁地 是因为极少有人进去 所以里面的灵气 非常的浓郁 无论是荆棘封门 还是吉兵海 里面的灵气浓郁程度 都不是外面能够比的 它如果不是在荆棘封门 和吉兵海中 修炼了一段时间 甚至得到了大量的灵髓石菇 修为也不可能这么快 就来到真神境二层 这星空雷园既然是绝境之一 里面的灵气 必定不会稀薄 要在最短时间内 提升自己的修为 这个地方是最为合适的 第一 它不聚雷 第二 它还能吸收雷园 第三 在星空雷园修炼 它根本不用担心 别人会找到它 帅哥 按照这个星空方位图的范围 控制飞船 去星空雷园 莫无忌立即将星空方位图 丢给了甩锅 甩锅实力太弱 控制飞船的速度 肯定不会太快 不过这没有关系 其间 它还可以在飞船上继续修炼 甩锅一听莫无忌 将飞船交给它 顿时轻神大振 就差拍着胸脯保证了 莫无忌进入内舱 将禁止搭上 取出了三枚戒指 其中一枚 是它在半月雨中 唯一有价值的收获 里面有十几枚 它极需要的那种顶级碎灵石 这枚戒指中 除了这十几枚重要的碎灵石之外 还有三个功法御剑 一个上级有 骆云爵和神通骆云金剑 还有两个御剑 莫无忌并没有查看 另外两个戒指 则分别是白眼巨狼 和验齐人的 莫无忌第一时间 解开了验齐人戒指的禁止 验齐人好歹是一家家主 又是人先修为 戒指中应该有好东西吧 所以对验齐人的戒指 莫无忌是最为期待的 当莫无忌打开戒指后 立即就知道自己高看了验齐人了 验齐人的戒指里 除了几件不错的灵气之外 就是一堆的等级不算太高的丹药 至于功法什么的 那真是一本都没有 莫无忌很是失望地 把验齐人的戒指收在了一边 他可不知道验家的家规 验家任何人 哪怕是家主要外出 也不得携带任何 没有及时用处的顶级宝物 这就是家族 和一般宗门修士的不同 一般的宗门修士 所有的好东西 都是放在自己身上的 而家族却必须要考虑到一些 外在的危险 再说这白眼巨狼 虽然是星空狼王的嫡系子孙 但莫无忌对着白眼狼的戒指 反倒没有多少期待 毕竟仅仅是个七级星空兽 也不过是相当于真神惊霸了 可当莫无忌破开着白眼狼的戒指时 真是被惊呆了 比起白眼狼的富有来 燕齐人这堂堂人先修士 就是一个困难户 除了堆积如山的地平灵石 就是灵脉 莫无忌也看见了两条 而且这两条灵脉的任何一条 都不会比天机宗十三锁灵阵 锁住的灵脉弱 甚至蕴含的量还要再大上一些 要知道天机宗的那九条灵脉 可是天机宗的根基所在 就算是莫无忌 也不敢拼命去吸收修炼 当初他修为低 在那灵池中修炼一段时间 还没有多大影响 现在他开辟了一百零五条脉络 境界更是真神经 如果去天机宗下面的灵池中疯狂修炼 天机宗估计很快就要换地方了 现在有了两条从白眼狼戒指中 得到的灵脉 任凭他如何修炼 那都没有关系了 除了这两条灵脉之外 莫无忌看见了至少十株八级以上的灵草 更是看见了一枚九罗星果 九罗星果这种东西 莫无忌在星空殿的任务中看见过 几分高昂的可怕 这是八级星空灵物 而且还是极为稀有的八级星空灵物 这种灵物不但可以提升修为 还能让真神圆满的修饰 提高跨入人先的机会 同样也可以增加七级妖兽 跨入八级的机会 白眼狼戒指中这枚果子 就足以秒杀十枚烟气人的戒指了 莫无忌小心地将这枚果子单独拿了出来 装入玉盒送入了自己的戒指 白眼狼肯定不会练气 但他戒指中除了顶级的灵物之外 还有一堆的顶级练气材料 莫无忌除了练制阵旗之外 他也不会练气 长期以来的收集 让他身上的练气材料早已堆积如山 这些材料一样被莫无忌堆积到了自己戒指的一角 和仙葵精金存放在了一处 最后莫无忌拿出来的是一本皮卷 这皮卷看起来有些残破 年份似乎并不是很久 残破的原因应该是被翻阅的次数太多了 莫无忌随手将那皮卷翻开 当他看见皮卷上第一页写着的四个字时 头皮就是一阵发麻 心里面更是砰砰乱跳 因为这四个字是空间简论 居然是一本论述空间的手卷 这一刻他已经有些明白 为什么白眼巨狼能在和他战斗的时候空间顺移了 这绝对不是什么天赋神通 而是因为白眼巨狼得到了这本空间简论 莫无忌没有师父 也没有真正在宗门中受过熏陶 但他好歹也在真心混迹了数年时间 见过和经历过的事情也不在少数 他自然清楚什么类型的法技最为强大 空间法技 时间法技 一般而言 在真心中时间和空间法技 都是些虚假和模拟出来的幻想 真正能够改变空间或是改变时间的强者 真心绝对不存在 而且这已经不是法技的范畴 是真正的顶级神通 就算是传颂阵的布置 也只是利用空间的一些特性 通过各种空间材料布置 而那就已经算是相当了不起了 空间简论 只从字面意思就看得出来 这是一本论述空间奥义的手卷 如果他能够从中摸索到空间手段 那他的实力何止会增长一个层次 再次翻开一页 莫无忌看见的第一句话就是 可以感受到空间的存在是因为实力太弱 当实力强到一定的程度 空间不存在 好强大高深的话语 莫无忌绝不认为这书的主人在故弄玄虚 落实在自己的故土 他可能会想到修炼到一定程度 能够狂增寿援吗 能够想到聚集原理神念 用以虚空行走 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本空间简论一定要好好研究一番 不过不是现在 现在他要做的事情 仍旧是提升自己的实力 莫无忌又扫了扫另外两枚玉剑 上头都是金系伐剑 比起威力和实用性都远不如落云金剑 莫无忌索性都收了起来 将来拿给金系灵根的修饰 将三枚戒指中的东西分类整理好后 莫无忌将一枚碎灵石放在了手中 那种超越了天品灵石的纯度和灵蕴气息 再次涌了过来 莫无忌索性抓出一堆地品灵石 全力逆转脉络开始进行修炼 没有开始修炼之前 莫无忌索仅只是感受到 这种碎灵石中的灵气惊人 对他的修炼已有极大的好处 可开始修炼之后 莫无忌才感受到这种灵石碎片的可怕程度 之前他用灵随石孤修炼的时候 也只能感受到浓郁的化不开的灵气环绕 以及铺天盖地的灵气被脉络所吸收 而用这灵石碎片修炼 他的感觉就像是一团火焰般的灵气 犹如利剑般直似全身各出脉络 如果说普通灵气修炼是细水长流 那用这种不知名的灵石碎片修炼 就是激流涌进 仅仅半天的时间 莫无忌就感受到了自己的实力 蹭蹭上涨 足足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莫无忌才将手中的灵石碎片里的灵力 全部给卷走 同时他的修为也跨进了真神镜三层 随着莫无忌的修为越来越高 他吸收这种灵石碎片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又是一个月后 莫无忌跨入真神镜四层 灵石碎片被他用掉了四片 三个月后 莫无忌的修为来到真神镜五层 他手中还剩下了六片灵石碎片 看着身边一堆由地品灵石变成了灰扎 莫无忌暗叹可惜 半月狱中获得的灵石碎片实在是太少 若是能有个数百枚灵石碎片 他铁定可以毫无阻碍地冲进人先之境 大爷 已经到星空雷员外了 飞船甲板上甩锅的声音传了过来 莫无忌收拾了一下内舱 走上了飞船甲板 在他面前的是一颗星球 这星球外围全都是雷光环绕 远远看去在空中极其显眼 莫无忌估摸 这就是类似于太阳一类的恒星 只不过太阳是发光发热 而这颗星球全都是雷狐四射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捏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